男人想要女人投怀胜抱 总是会想一些办法 但是很多男人不知道 有些时候想睡女人是有套路的 网友小王就分享了他的经历 小王是个单身汪 一直以来都在寻找合适的对象结婚 直到遇到了小美 觉得各方面都是他满意的类型 同样的男性和耳门做睡 想和他睡怎么办 小王很苦恼 小编为大家总结了几种 第一种 穷追不舍 不见兔子不杀鹰 这种男人对待女人的正确做法 应该是像炖汤一样 小火慢慢熬 慢慢炖 一点点的去逐步升温 但是要有一种晋升 就是不见兔子不杀鹰 只要不要操之过急 这样的话 这个女人迟早都是你的了 不然的话 你过早的表明自己的意图和想法 会让女人对你产生警惕 然后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下手了 第二种 自我反省 自我改进 这种做法就是需要男人去征求女人的意见和建议 这样的不断改进 改成女人需要的样子 这样的话 好感也就逐渐来了 男人在改进的过程中 要保留自身的特色 不要因为改进和对女人的爱 而失去了自我 那样 等你想追求的女人到手之后 你却发现你不是你了 所以你要做到既保持了与众不同 又把自己对女人的改进 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这样就对女人产生了自命的吸引力 你觉得你还睡不到她吗 第三种 其或可居 不要主动自降身价 这种做法就是男人 要保持自己的身价和品质 不要主动自降身价 要自己感觉其祸可居 如果你主动降低的身价 那么女人可能会看不起你 甚至到蔑视你的存在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得不到的永远都是最想要的 你轻易地就同怀胜报了 那么还会有人珍惜你吗 所以男人一定要让女人感觉自己得不到你 然后想方设法地想要得到你 自然而然 江泰沟钓鱼 愿者上钩了 还吵女人不是你的吗 第四点 心态很重要 男人们 不要把一个女人放在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 心态要保持好 不要因为她是你喜欢的人 只要从你身边走过 你就像平静的湖面 激起千层涟漪 然后小路乱窜 你表现得极其不自然 这样你又怎么可以完美地表现你自己的魅力呢 第五点 若即若离 若有若无 其实一个常见的道理 即使一件商品不是很出众 不是很特别 但是如果有一群人去排队购买 那么这件商品 还有可能就变成了网红 成了热销产品 所以你也可以做到 你可以制造自己被很多女人追求的假象 最好就是不止一个女人在追求你 这样你喜欢的女人 也会自然而然地加入追求你的行列 到时候你懂得 一个寸水人情就把自己垂岩已久的女人拿到手了 第六点 可有可无 平等对待 大英牺牲 大象无形 你可以将女人自于可有可无的境地 女人也就不会自灭清高 最起码 自个女人心平气和地坐下来 听听你的情感表达 不会在距离于千里之外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